你发现没有现在骑马舞是真火呀 好学又有趣 而且各种版本的骑马舞也是航空出世 什么美国海军版 奥巴马版 韩国警察版 罗利版 各国方言版 甚至还有母子版 魔兽版 植物大战 僵尸版 甭光是跳舞 现在这个骑马运动也特别火 周末呢就有很多朋友去骑潘山骑马去了 这么冷的天 问他们为什么 一句话 甘南style的骑马是跳出来的 咱要动一个真格的 动真格还不光是我们 今天早上我看到朝鲜新闻 有消息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近日视察军阵的时候提出 要将训练场改建为现代化的骑马俱乐部 使骑马运动成为一种风气 比如脸型 都是宽脸型 就不会是因为看了鸟书那个甘南style 袁芳你怎么看 这个袁芳还得琢磨琢磨 不过看得出这位年轻的国家元首 确实是超喜欢骑马 这把在部队视察 金正恩就直奔骑马连训练场 然后骑上那个高头大马 侧马奔腾 尽显英姿 其实很多国家元首都喜欢骑马 比如说俄罗斯总理总统普京 他不但喜欢骑马 而且擅长马术 甚至能带领他的梁居 宝马梁居表演圣装舞步 哇真帅 而且普京的两个女儿 也从小就学会骑马 可见普京的心中 他是多么爱马的人 男人喜欢骑马 是不是因为骨子里 都想成为白马王子呢 你知道就是在朝鲜 人们都一直有骑马的习惯 金正恩也说自古以来 朝鲜人民都非常喜欢骑马 经常进行骑马比赛来锻炼身心 以后呢就要把这里改建成 现代化的骑马俱乐部 向朝鲜人民献礼 我发现朝鲜真是很重视体育运动的发展 你想什么射击啊 排球足球 都在世界体坛占有一席之力 尤其是那足球 这真争气啊 就那么点人踢那么厉害 你说要不要也让咱们的那个足球运动员 都骑骑马什么的 锻炼锻炼炼 袁芳你是这么看的呀 我是这么看的 其实金正恩提倡骑马呢 也是因为现在很多朝鲜人呢 都是在用电脑工作 很容易患办公室病 所以多做做运动啊 都骑骑马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你别说这位领导人还挺细心的 这个叫亲民吧 是吗 但是多多骑马这个建议 我觉得对我们也挺有用的 要不下个节目 我们也直奔骑帆山 要不你带上我呗 我看行 好好练练 我这位不是圆芳 我骑着马上圆芳 你觉得那个人的手指都有什么用 那用处多了 吃饭拿筷子